哈喽大家好我是投资君 Ben手里有一些RSU RSA 看着价钱不错就将它们卖掉了 在4月报税之前 Ben收到了券商发来的1099 庆幸现在报税真是简单快捷 把数字输入进了Turbo Tax 就可以万事大吉 等等 对于刚刚卖掉RSU RSA的你 如果没有及时查看FORM 1099 并核对Cost Basis 极有可能交了双份税 千万不要那么相信 券商给你发来的1099 你以为不小心交了双份税是 自己用Turbo Tax惹的货 如果找一个会计师就好了 错 这件事错在券商发来的1099 并不是谁报税 本期君君就教你一秒辨别 你是否交了双份税 并且轻松的修正错误 那么如何一秒辨别你的RSU RSA 是否交了双份税呢 当你卖了RSU RSA后 收到的1099上面 一定要查看你的RSU RSA 上面的Cost Basis 如果是0 那么一定是错的 如果你就这样按照这份1099报税 那么你一定会交双份税 那么如何修正呢 你需要在报税时手动修正 Adjust Cost Basis 那么修正成什么呢 这就要讲讲背后的原理了 原理是RSU RSA 需要在两个时候报税交税 一个是VEST时 一个是Sale时 在VEST时 假如股价时 时算做了你的收入 在VEST那年 你就已经交了收入税 在Sale时 假如股价为80 那么你的利润应该是80-10等于70 但是税表会错误的显示你的Cost Basis为0 所以利润错误的显示为80-0等于80 因此 你需要手动调整成本 Adjust Cost Basis 把Cost Basis填进去试时才能正确的交税 注意 你要注意区分Per Share Cost Basis和Total Cost Basis 如果是Per Share就是单价 如果是Total记得乘以你拥有的股数 因此 当RSU RSA VEST时给你的1099千万要保存好 因为当你把这些RSU RSA卖掉时 你需要手动输入它们的真实成本 因为当初VEST时 你已经为RSU RSA的成本交过税了 如果不调节 认其Cost Basis为0的话 你就是为成本又交了一次税 这就是交双份税的背后原理 如果你的RSU RSA没有什么特殊情况 用这个方法就对了 但如果你的RSA做了83B Election 或者你的RSA RSU是花了钱购买的 那么规则会非常不同 接下来君君就讲讲这两种情况 做了83B的RSA 怎么看Cost Basis 如果你为RSA选择了83B 那么你就是在RSA Grant时为成本交了税 找出Grant那年给你的1099 看那时你的RSA的价值为多少 你的Cost Basis就该是多少 举个例子 在Grant时 假如股价为5美元 然后你为1000股RSA选择了83B 那么你就是为价值5000美元的RSA交了收入税 当你在股价为25美元时 卖掉了1000股RSA 你将25000美元收入囊中 那么你的利润应该是2万美元 因为你的Cost Basis应该是5000美元 写成0是不对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花钱购买的RSU RSA 怎么看Cost Basis 这个有点复杂 看Best那年的1099写的价值就不准了 举个例子 当RSU RSA的股价为50美元时 你以20美元的价格买了1000股 然后在你买10股票立马Best 那么这年你要为你的RSU RSA报3万美元的收入税 你可能会问 为什么是3万美元呢 因为假如股票是白给的 你要报5万美元的收入税 但由于你花了2万美元购买 所以你只需要报3万美元 过了段时间 股价涨到了70美元 你把1000股全卖了 把7万美元收入囊中 这时出现了两拨人 第一拨人觉得 我花了2万美元购买 现在得了7万美元 那么我的利润就是5万美元 这些需要报税 第二拨人觉得 不是说过要看Best时RSU RSA报的收入 把它当做cost basis吗 当时报了3万美元 那么利润就该是7万美元减掉3万美元等于4万美元 这些需要报税 No 这两个只对了一半 但只要合起来就对了 其实只有2万美元的利润需要报税 对于花钱购买的RSU RSA 正确的cost basis等于income reported加paid price income reported是Vest那年的3万美元 而paid price是购买时花的2万美元 所以cost basis应该是5万美元 正确的应税利润 应该是7万美元减掉5万美元等于2万美元 没想到吧 如果把cost basis搞错了 错交的税可就太多了 关注军军 让你的资产无限变大 本视频由超能力投资军提供 一个立志于覆盖全部在美投资理财的知识网站 从投资 省税 保险 退休 公司 房产 再到传承 理财知识全覆盖 如果你想了解某些投资理财的知识 大几率会在军军的网站找到 如果你未能找到 可以在军军的网站申请免费咨询 会有专业的顾问为你带来一对一指导